你要找實習,你要工作什麼 只是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好啦,我的確比較晚熟 然後再加上,就是我很想要把自己處在一個很... 就是保持一個赤子之心 就是我很喜歡多方嘗試 我以前組過樂團 那樂團明哥也要桌遊少年樂團 所以我看到這些桌遊,我覺得沒有新鮮 然後我去年是,我有參加過台大地時報 就是一個學生刊物 就是寫一些小園異式的東西 然後我對媒體方面也很有興趣 然後我也參加過關懷生命社、懷生社 就是關注流浪動物、TNR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還蠻喜歡多方嘗試 然後屁話就是,大家看得出來 我現在也蠻尷尬的 就是我現在有點尷尬 因為我不太習慣這樣很正經的跟大家講話 所以就希望就是等一下多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多溜溜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內容 故事的開始就是 我參加這個社團叫做 Untu Netting Pan 不同凡響社 大家看得出來這個社會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而如果是讀電信的可能會覺得 這兩個是Wi-Fi 然後他可能產生一個干擾波 對 如果我是讀經濟的話 各經有一個 無力凡數 無力下方模型叫做Edge Wars Box 然後這兩個武力曲線 然後這契約曲線 然後這契約曲線 對 答對了 他是水 他是脫紋 他是兩個聯姻 其實這個是一個人的影響力 這個又是另一個人的影響力 當我們兩個都發揮出一些 想要改變世界的一些心意 或是一些創新思維的話 我們兩個人的交集 兩個人的影響 就會產生不同反向 對 這就是不同反向 Net Impact 兩個Wi-Fi 創造出Impact 對 聽起來好像很有搞頭 對不對 對 然後 就是 他的社團 你看就是IF 就是 我們都要去做一些事情 像 剛剛唐龍講的就是 一個信念可以改變世界 我覺得 我還滿認同這句話的 只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 不只是 不只是 精英法 就是 每一個人其實他都可以做一些 微型的革命 一些改變 改變從每一個人的小人物之身做起 譬如說 我今天開始用環保管 然後我去說服大家一起用環保管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 就不用砍發很多樹木 什麼的 然後 對 這就是我們社團理念 就是覺得 我們社團其實是還滿 一些 滿多 對於各種社會議題關注的 譬如說 可能有一些 或是勞工族群 或者是 偏 偏偏工作者 偏向工作者 之類的 然後其實 就是 我忘記 見算我們社團了 我們社團 其實他也是一個國際主持 對 然後他跟Isaac一樣 是國際主持 摘點光 對 對 對 就是 就是 他其實是美國一些 一些在就地上一些NBA 然後他們共同發起的一個主持 然後他們都是一群對社會創新 以及社會企業很有興趣的人 然後就是 對 那時候才三十幾個 但是現在天氣國際其實已經有三萬 三萬個人以上了 然後 因為台灣社會企業的概念 其實才剛起步而已 所以 台大是第一個 第一個Netting Pad的分配 對 對 好 好 我們社團會做很多個專案 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自己關注的社會議題 然後想要改變的一些東西 例如說 有的人可能很注重食安 食安問題 食安議題的話 我們 我們社團現在有一個剛起步的專案 就是台大寶石 然後他就會去 就是 去採訪 就是 台大周邊有一些就是用有機小農的 然後就是比較健康有機的飲食 然後就是 就做推廣 然後 然後也有一些人就是比較注重食安有效災利用的話 就可能會去參加 reuse 輕生活 就是他會有一些 大概 我們一起研究一些技術 就是 譬如用火大的廢油做成肥皂 然後去反手推廣 然後不然就是用栽生紙做一些產品 然後另外 另外一個 食安有效災利用就是我們台大六一節 大家看看 就是 這是一件衣服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條是什麼嗎 對 它是一條狗鏈 它就是把它六一六嘛 就是你看很可愛 就變成一隻大小腳的狗 就是腳腫起來這樣 對 台大六一 然後有一句 有一句slogan叫做 六一六一一一一一一 就是我們 六六月一號那時候是端午節前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端午節時候 就是天氣就固定比較熱了 然後大家可能會 有很多衣服想要 就是 就是 都丟在 那個 都丟在衣櫃裡 你也都不會拿來穿嘛 其實你平常會穿的衣服 也只有那幾件啊 很熟 對 所以 其實這樣的話 要去買其他衣服就很浪費 那還不如就是 大家把自己的舊衣服丟出來 然後 就是我們提供一個品牌 一個舊衣工作方 然後就是你丟幾件衣服 你就可以換到幾件 一個扣檔 然後大家換一換 這片交易感情嘛 就是 欸你看 我穿你的衣服 你穿我的衣服 我們是好嗎 對啊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這件是第四屆 然後我們第四屆有一些 我們每一屆都會 去做一些發想 一些不一樣的主題 然後這件就是 一件衣服 它 只能上門頭 一件衣服 你看它 就是外觀好看 或者是可不可以保暖 其實都是工具性的用途 其實 我們覺得衣服的價值不只是這樣 就像 一本 扣白的筆記本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工具性用 它可以記載一些東西 但是它沒有說 多出一些額外的價值 那如果我們把它加上故事的話呢 一件衣服可能可以有很多的故事 它可以承載 它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展現 譬如說70年代的龐克文化 它可能就是會用一些死亡 或者是尖銳的意象 然後去創造這幾次 然後 對 它也可能是 就是 記載那些文化的故事 像泰雅族他們很喜歡用紅色的衣服 因為他們覺得血是一種力量 然後或者是 台灣族喜歡百步神 然後 就是 我們認為衣服 它其實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講的 所以 The Story of You and Your Clothes 對 國際話應該用一下英文 對 然後 我們覺得這是 我們這一屆的主題就是故事 我們很喜歡 不是 我們希望可以 可以 辦一個類似伊朗的龍尼沙龍 然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捐出來 然後我們旁邊都可以記載 他們的一些故事 然後大家一起分享 對 或者是 呃 我們可能也會 辦一些分享 或者像 最近 大家可以知道 衣服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呃 就是 像崇維寧啊 他那件破衣服 沾上他的臭化 再加上太陽化 學生他可能賣到12萬 一件衣服的力量可以很大 或者是 呃 沒有沒有 這不是重點 就是 你今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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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什麼重點呢 對 呃 就是關於 呃 衣服的故事 它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展現 然後像 這是去年我們 呃 呃 我們曾 曾 呃 那什麼 就攝影比賽的一個冠軍吧 他就想要用他的衣服去 去那個 去表達一些意思 像大家你看 自己看 就是 因為我們衣服可能 大家都會有一些刻板的影響 譬如說 呃 女生就要穿的粉粉的 男生穿藍色 那 那其實那些都太麻煩了 那 不如 他是一個想要走一個比較中性的路線 對 所以就是 因為 呃 就是 其實還蠻多人 就是都會 就是把自己陷入在框架之外 但是其實 我們認為就是衣服 衣服他不只是 呃 他可以自在去顯現出他 他有的價值觀 或者是他想要傳達的意思 對 然後我們 好吧 其實我今天 今天來 我是來招 招人了啦 因為我們 呃我們下個月就開始我們六億節了 所以就是 大家歡迎大家加入職工團隊 然後 明天開始就是我們會有 呃 繼續開會 今天是宣傳的第一波 對 大家就當我來亂了嗎 大家交友朋友吧 然後 我 最後我很喜歡這句話 這句話應該是我今天分享最有意義的一句話 就是John Lennon 呃 他講過一句話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當大家一起做夢的話 一個人做夢他就只是個夢 但是一群人做夢 呃 他就會成真 就是我們有力量一起去改變這個世界 好 謝謝大家 總結束 請教往 expanded 阿里 那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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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教練 請教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